西安對身體有害 不少民眾誤以為改抽電子煙是比較健康 甚至還有人拿來希望能夠戒煙 日前北部就一名男子使用電子煙來戒煙 結果出現了身體不適 越來越喘 檢查之後就確認是罹患了肺炎 根據國文健署的最新統計 截至今年一月底 全臺因為電子煙肺傷害 已經累積有三例通報 分別是一例青少年 還有兩例的成員 一名四十歲的男性 已經擁有二十年的煙靈 經朋友介紹後 最近一年開始使用電子煙戒煙 沒想到卻開始出現腹脹腹瀉 越來越喘 肺活量減少三成 最後接受X光檢查後 確認為肺炎 醫師表示絕大多數的電子煙除了含尼穀丁外 也約有七千種化學成分被使用於電子煙油裡 過去國外多個研究就發現使用尼穀丁電子煙不只會造成致死性的肺炎 還有許多肺部的疾病也會增加心臟缺血比傳統止煙更嚴重 雖然新型煙品推出的時間不長 但二零一八年歐盟檢測也發現電子煙含有超過四十一種的有害或致癌物質 二零一九年的下下半年也發生了就是所謂的電子煙相關肺傷害事件 全美國通報的案例送醫就整插管重症的總共有兩千八百多位的一個美國人 然後有六十八人是死亡 那這個這些重症這些插管的最小的是十三歲抽大概三個月的電子煙 但是死亡的最小的是十五歲抽一年半的電子煙 事實上衛福部去年將最新版煙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送進行政院 擬全進電子煙但開放加熱煙 目前法案已送到立法院等新會期審議 根據國建署最新的統計截至今年一月底 全台因為電子煙肺傷害已經累計有三例通報 分別是一例青少年和兩例成人 記者為陳立峰推報導